慎用通勤四片时间 每天十分钟 陪你读完一本书 我好爱 她长得真漂亮 哪像我 我这么不起眼 说话声音那么小 被忽略很正常吧 我做什么都做不好 我好没用 我好讨厌我自己 却又改变不了这么讨厌的自己 你是否曾有过这种声音 在你的脑海里 我有过 我都有过 不是曾有 而是一直都有 那些来自内心的声音 像一卷被录好的录音带 在我不经意间 便被播放出来 要我纹身起舞 跳起自卑者的毒物 我自我拉扯过 拽着领口 强迫把自己丢向人群 我以为我只要听从弗洛伊德所说 找出隐藏在过去经历中的心理创伤 就能够解决现在的症状 然而我发现 这样做只是在伤口上撒盐 我只能在无数个黑夜中 默默舔尸自己的伤口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在自卑圈圈里徘徊 我相信 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可以为你的人生带来很强大的一道曙光 因为你将会发现 原来在自卑这件事上 你是有自主权的 我从小就比同龄人胖 所以从学生时代 就会听到家人叫我小胖妹 对这样的称呼 我习以为常 也觉得我可以接受自己 带着这样的身材过我的生活 然而当我开始去上学 才发现我怎么都免不了 跟别人比身材 内心一直有声音嘲讽我说 你很胖 你腿这么粗 怎么能穿短裤穿裙子呢 所以到现在 我从没正式出门 穿过短裤和裙子 如果要按弗洛伊德的决定论来看 我现在不穿裙子 是因为小时候 一直被家人说胖 口头上的侮辱 给我造成了心理创伤 导致我到现在 都不敢穿裙子出门 这个逻辑十分好理解 但其实这中间有个迷思 如果心理创伤真的存在 所有有相同经历的女生 应该绝大部分都要像我一样 不敢穿裙子出门 而实际上 潇洒自信 展现自己身材的胖女孩 比比皆是 如果用阿德勒的目的论来看 心理创伤并不存在 阿德勒的解释很妙哦 实际上 我是为了不穿裙子 找了个借口 什么借口呢 我找了两个借口 一 因为家人说我胖 穿了会丢脸 二 因为我觉得我腿粗不能穿 我为了达成 我不想穿裙子这个目的 我制造了后续 一连串事件 来作为借口 可能有人会说 家人这样说我是客观事实 怎么会是我自己 制造的事件呢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现象 当你某天看上 Lexus的车 你很想买它 所以你花很多时间 在研究它上面 很奇怪的 那段时间你出门看到路上 跑的Lexus的车 比以往还要多 这也是一种吸引力法则 当你想要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会极大的集中在这个目标上 所以为什么怀疑老公出轨的老婆 一定能从生活的蛛丝马迹中 找到老公出轨的证据 因为老婆的目标就是要找到证据 所以就算是发现 老公枕头上的一根染色的长发 都可以作为强有力的证据 我请大家不要过多的分析 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对 还是阿德勒的思想对 因为世间万事 本无对错 所有事情的发生 都可以被完美的辩解 世上允许各种声音的存在 我们只需要选择那个 能让我们过好生活的想法就够了 回到弗洛伊德的决定论 这个被我们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 如果过去决定了一切 过去又无法改变的话 过去产生的心理创伤 将永远存在我们心中 那么活在此时此刻的我们 除了会对世界绝望 成为厌弃人生的悲观主义者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请问你要认同这样的价值观 度过你的余生岁月吗 我们都太过于盲从普世价值 觉得自己的观点 只要跟别人不一样就太特别 就不对 于是伪装掩盖伤口 觉得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于是产生自卑心理 只能默默舔视自己的伤口 如果你和我一样 还在为自己不穿裙子 找一些会让你产生自卑的借口 请试试看阿德勒的目的论思想 你会发现问题不在于你 不 应该是说你完全没有问题 阿德勒说 我们都居住在一个各自赋予其意义的主观世界 不止你看到的世界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没有人能跟别人拥有同样的世界 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控告杀人犯的行为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所经历过的人生 给他带来怎样的伤痛 他杀人的动机 他作案的初衷 或其实他也是被设计的受害者 我们其实活在各自赋予的主观世界 时而相交 时而平行 就像历史 是由各年代掌权者 根据自己内心的正义 不断篡改的过去 眼见不一定为时 当你透过太阳眼镜去看世界 觉得看到的一切都很昏暗 你可以不用感叹这个世界有多黑暗 只要摘下太阳眼镜 就可以了 其实世界是单纯的 复杂的是你的内心 每个自卑者的心里都住着一份恐惧 自卑的人会说 如果我长得好看 他一定会喜欢我 然而我们都知道 没有所谓的如果 他实际上并不是因为 自己长得不好看而自卑 而是借着自己感觉 自己长得不好看来做借口 来逃避 向喜欢的人表白 他真正害怕的是被拒绝 因此人类喜欢衍生出一套套 如果怎么怎么就怎么怎么 来逃避人际关系的课题 所以阿德勒说 人间所有烦恼都从人际关系而来 然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关系 独自生活 所以我们不能总是用逃避的方法 解决当下人际关系 抛给我们的难题 阿德勒说 没学会面对困难的孩子 将会闪躲 所有一切的困难 如果你有看过 当下的力量这本书 就知道我们如果可以 临在当下 脚前就有灯 路上就有光 一切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 都无法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 是因为作者用一位年轻人 跟一位哲学家的对话 来呈现阿德勒心理学 这个年轻人和我很像 有很强的自卑心理 我很能感同他的身受 我希望把这个年轻人 向哲学家展现的所有自卑 以及哲学家如何帮助他脱离自卑 让更多陷入自卑里的人看到 其实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可以很强大 自卑来自于和别人比较 看到朋友结婚幸福的模样 在祝福他之前 总是会先感觉到寄住或焦躁 工作面试前 看到别人的履历 丰富的工作经验 还有海外留学的优秀学历 我觉得自己和他相比 只有做分母的份 我所感受到的只不过是跟别人比较 也就是人际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 主观的自卑感 它不是客观事实 只是你内心主观的解释 朋友结婚就一定比单身的我幸福吗 海外留学 经历丰富 就一定比平平的我 更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事情发生前 一切都是未知数 不要为未来担忧 应当充分过好 每个当下 何况 其实人人都有自卑感 人是在无能为力的状态下 来到世上的 这种无力感 带来的自卑 并不是一种疾病 而是一种对努力与成长来说 健康和正常的刺激 阿德勒称之为 追求卓越 所以自卑感 是有它的积极作用的 但我们要小心 如果我们开始把自卑感 当成某种逃避的借口 自卑情结就会产生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情况 叫做优越情结 虽然深受强烈的自卑感所苦 却没有勇气 以努力与成长 这种健康的手段来补助 不能接受无能为力的自己 所以表现得好像自己很优秀 沉浸在虚伪的优越感之中 谎报学历 在装扮上极度崇拜品牌 刻意表现和有权势的人 关系很好 这些都是优越情结的人 会产生的行为 你是否有听人说过 有些骄傲自大的人 实际上是陷入 深深自卑的人 真正有自信的人 是不会自大自夸的 因为有强烈的自卑感 才会变得骄傲 可以炫耀自己的优秀的 如果不这么做 他怕身边没有人会认同这样的自己 说到底 这种自卑心理实际上 是没有好好处理分离课题 这个课题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 受社会 环境 文化 等等的影响 潜意识总想满足他人的期望 来得到别人的认同 考高分是为了在同学面前脸上有光 被家长夸赞 找体面的工作 是为了在熟人面前有面子 如果没有得到这些 我们就自卑 因为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每个个体 都是在过我们自己的人生 却要依靠别人的认可而活 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呢 阿德勒心理学 否定向他人寻求认可这件事 一个决定带来的结果 最后该由谁承受 这个决定 就是这个承受者的课题 我决定一辈子过着单身的生活 这是我的决定 所以我承受单身生活 带来的所有结果 不管大爷大妈三姑六婆 如何教唆我结婚 那都不是我该听的 我也不需要得到他们的认同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课题 而我也不该跟身边结婚的人比较 路没有好坏 只要你会走 书中一句话说得很好 难道我们为了别人的认同 就必须在坡道上不断翻滚吗 要像滚动的石头一样耗损自我 直到失去原来的形状 变得圆滑为止吗 人生在世 不是向他人寻求认同 而是只能凭着自己的意思 达到自我认同 我的价值由我自己决定 我们或许无法和世界上那些厉害的人物比拟 但我们依旧可以活出我们的价值 只要我们拥有身为普通人的勇气 学会接纳自己 人生没有那么多过不去的坎 自卑的你 听到这里 有没有减轻心理 因自卑产生出来的压力呢 如果明白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 我们就应当了解人际关系中间的奥秘 我们应当在伙伴的环绕下生活 从中找到自己的归属 而且为你的伙伴 及你所处的共同体 做出贡献 我们人类的内心深处 实际上都是希望为自己所在的群体 做出贡献的 那种奉献自己带来的满足感 使我们有了生命的归属 这就是阿德勒提出的 人类关系的最终目标 社会意识 为你所服务的区域 提供价值 为你所关心的一切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甚至为你爱或爱你的人 单单存在在这个世上 其实都是美好幸福的应许 所谓的幸福 指的就是贡献感 我要提醒你 我们都居住在一个各自赋予其意义的主观世界 这种贡献感不一定非要具体可见 只要主观上觉得自己有用处就够了 所以如果你内心还有一种声音告诉你 我就是个废物 我并没有为共同体带来贡献 自卑的我想对自卑的你说 我需要你存在在这世上 成为我脱离自卑的同路人 谢谢你愿意为了我做出贡献 人生没有这么困难 世界也没有这么复杂 活在当下去体验当下带来的瞬间的幸福 人生就像一趟旅行 从你出发的那一刻 你就在旅行的道路上了 每时每刻都是幸福的旅途 学会自立 不为他人的认同而活 拥有成为普通人的勇气 重新选择生活形态 是要继续诉说可怜的我 责备可恶的他 还是要想想今后该怎么改变你的现状 和别人培养伙伴关系 不与他人做无谓的比较 学会相信别人 即使被背叛 也要学会从课题分离角度思考 信任是你的事 背叛是对方的事 最重要的一点 要学会爱人 要爱你们的灵舍 把所有出现在你生活中的人 都当做你的伙伴来对待 学会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 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思考 关心别人的生活境况 用爱将人生主词 从我变成我们 减少聚焦在自己的次数 让贡献感满意在我们的生活中 自卑感将会从我的心中得到释放 我很喜欢 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 里面的一句话 你是上帝的孩子 你的小心翼翼 帮不了这个世界 缩小自己 好让周围的人 在你身边 不会感到不自在 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都必须闪亮 像孩童那样发亮 我们生下来 就是为了彰显 我们内在的上帝的荣光 它不是只存在于 一些人里面 它就在每一个人里面 当我们让自己的光芒 闪闪发亮 我们也就在不知不觉中 允许了别人散发光芒 一旦我们从自我的恐惧中 解放出来 那么自然而然的 我们的存在 就会让别人得到解放 你知道吗 你很棒 我们是借着爱他人 才得以成为大人 无论之前的人生 发生过什么事 那对你将来 要怎么过日子 一点影响都没有 决定你人生的是 活在当下的自己 你很棒 你的存在本身 就是对社会 共同体的贡献 我们内心里 可以有自卑者的独白 生活中可以有 自卑者的独物 但请认同你 自己是社会 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因为现在的你 已经拥有了 变幸福的勇气了 谢谢你 与自卑的我同行 有你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